嗨大家,我是瑞瑞 上个月呢,也就是11月下旬 我刚度过了自己的25周岁生日 然后我生日的第二天,家里就下起了初雪 那个雪景特别美 我看着那些雪景就在想啊 我25岁这一年到底收获了些什么 领悟了些什么呢 所以我就决定录现在这支视频 它就叫做10 Things That I've Learned At My 25 我并不希望这支视频它是一个指导性的来告诉你应该怎样怎样的 我并不想强迫你去跟我有一模一样的想法和三观 我只希望能作为我自己的一个25周岁这一年的总结和分享吧 如果我的一些想法跟你有出入,你不同意的话 那我就先在这里说一声抱歉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 录这支视频之前呢,我专门在自己的本子上做了功课 我把这10件事情都罗列了出来 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保护他人的喜悦是很高级的修养 就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不同的经历 你不应该很轻易的去judge别人的观点,别人的话 别人对于很多事情的感受 就一个最近发生的一个特别特别小的很简单的小事情 就是我去我发小的公司楼下去找他嘛 回国我们俩第一次见面 我也是因为刚刚回国对国内有一些东西不是特别特别的了解 我们到他楼下的一家餐馆去吃饭 刚坐下他就把手机递给我说 你选选这手机上你喜欢吃的菜 然后我就bububub很快就选了 把我喜欢的菜点了小型号,选了两个菜 他就说,嗯,好了一会儿就上菜 然后我就说,嗯,就我出国之前还是两年前 那个时候好像用 唯一用电子点单的就是那种像海底捞那样 带着电子显示屏 他递给你,像iPad一样让你去点餐 然后服务员帮你下单那种 我回国第一次遇到这种 你到店里自己拿着自己手机 自己下单,自己结账这种情况 我就说,哇,国内好鲜 今天晚上在餐馆吃饭都可以这个样子了 然后,你想想其实对于我这样的反应来说 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反应 你完全可以怼我来说 啊,连这个不知道 亏你还是留学生 你没这么失眠这种东西你都不知道 国内很多都这样啊 你不知道你的中国发法发展成什么样了吗 就,其实你完全可以以这种理由来驳回我 那你觉得这样说我会觉得很开心吗 我肯定会很尴尬的一笑啊 但是当时我的发小他就这样跟我说 哇,嗯,你这么开心啊 你觉得这么先进呢,国内 然后我说对啊,真的是英国没有这样子过的 嗯,所以就是很小很小的一个事情 我还遇到另外一个反面教材 就是我看到一个up主 他在英国嘛 英国冬天这个时候 其实外面是比较湿冷 他就会穿羽绒服 但其实室内都有空调这样子 就蛮暖和的 他会穿短袖 其实我自己在英国的时候 也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我就看到当时有很不友善的弹幕 原话是这样说的 嗯,大冬天的穿加拿大鹅里面 还穿T恤 也是奇乐怪了 我就觉得这样子的评论特别的 特别的粗暴又很无知 那就说明他完全没有 不仅没有去过英国 而且不了解英国在冬天的气候 它是一个沿海的一个国家 所以在冬天也不会真的 再冷也不会冷成什么样子 而且那边的室内真的是冬天会 嗯,空调会特别温暖 不会冷到哪里去 在图书馆学习 发UP主的那种小粉丝 是很喜欢我关注的那些UP主 但是就唯独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自己懒就懒得发什么弹幕啊 评论去跟他们去互动什么 我也觉得人家根本就不会 不会care我说什么 根本不会留意到我的人家万千粉丝 不会关注到我这个人来的 所以我从来都不会暂停发弹幕啊 或者评论什么的 我从来都不会 直到我自己作为一个UP主 慢慢有人来关注我的视频的时候 就发现 嗯,别人竟然会花费十几分钟 很多很多的十几分钟的 茶余饭后的时间 来看我自己的日常生活的视频 来跟我一起分享我自己的 很多生活上的小细节 嗯,我就觉得这已经很难得了 居然还会有人专门暂停 来给我发很多很多的弹幕和评论 我觉得这是一件让我特别感恩 特别开心的事情 所以其实现在慢慢的 我自己也改变了以前那种 从从来都懒得暂停发弹幕的那种 嗯,以前的这种习惯 表达我自己内心的喜欢 把我的喜欢真的表达出来 让他感受到 我觉得他一定会看到的 因为我其实自己就是一个 嗯,时不时就会去翻一下 自己最近每一个视频新听的弹幕 大家都发了些什么 自己就像寻宝一样 特别好奇去看那些 就觉得是一件特别有幸福感的事情 所以嗯,这是我为什么一直告诫自己 嗯,要保护他人的情绪 多给周围的人带来一丁点 自己可能只是一些举手之劳 但是对于别人来说 会让别人的生活特别特别的有幸福感 特别特别的温暖 嗯,那第一件事情已经说了这么久 第二件事情就是绝不在物质和感情上 轻易亏欠任何人 因为我觉得只有这样你才能在 极大的程度的尊重对方的基础上来 保有你自己的自尊 首先从物质上来说 我觉得嗯,不管你在跟 嗯,跟别人相处的过程中 别人嗯,从何种程度上 给予了你一些物质上的付出 你就应该想着 如果这个物质上的付出 你是还得起的 那你就接受 然后再想着以同样真诚的态度 在物质上给出相应 嗯,相应的 不是完全对等的,但也应该是相应的 真诚的回馈给对方 让对方感受到你的 你的尊重和真诚 那如果是你在物质上接受不了的 你就应该礼貌的说 哇,这个东西太贵重了 我觉得,我觉得你自己留着就好了 我非常感谢你 你要表示对对方的肯定和感谢 不要轻易收别人的 就是无功不受禄嘛 你不要轻,如果你真的还不起 就不要轻易的收下 这样你就会亏欠别人 这个样子 我就觉得,反正对 就我自己而言 还有我从小 我父母教给我的 灌输给我的想法来说 就是 我自己很在意这种 物质上不轻易亏欠别人这件事情 那 那就是感情上不轻易亏欠别人 就是 说白了就是不可以玩弄感情啊 那比如说男孩子 他方方面面对你很关心很上心 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非常慎重 非常真诚的去处理 这是基于对自己的一个自尊 自爱自重 也是对对方的尊重 你一定要 如果你现在对对方没有那方面的意思 那你要把话说清楚 我愿意跟你继续相处 但是 我可能还没有那方面的想法 你要跟对方说清楚 这样对方会觉得你很真诚 很开心 继续继续给你做朋友 那如果你一直装傻 别人对你好 你也一直在接受别人对你的 对你的好 对你的关心 你也 一直在装傻 不把话说明 就好像在玩弄感情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样是特别特别 对感情很不负责任 对对方也不负责任 不尊重对方 也不自重的一种表现 所以 所以这就是我所谓的 绝不在物质和感情上 轻易亏欠任何人 那第三个 第三件事情就是 少逛淘宝 少买性价比极低的流量产品 我今年做了一件 就是 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我想试试自己在双十一 能不能什么东西都不要买 后来我做到了双十一的时候 在淘宝上 一分钱都没有花 我就觉得 还蛮有意思的 并不是说 什么都不要买吧 其实我就是想要告诫自己一件事情 就千万不要买那种 非常非常廉价 你可能用几天 或者用几天 或者穿一两次 就立马丢掉 就非常非常的可惜 花钱应该是用之有道 不应该是这样随便挥霍的 我觉得哪怕你买一个 十几块的东西 你只穿一两次 然后只用一两次 就立马就丢弃它 把它闲置起来 这其实也是一种浪费 所以我就会想要提醒自己 把钱花在道日上 只要是不值当的钱 哪怕多一两块 我都不会轻易去花出去 这样子 那但凡是我自己 决定要买的东西 自己拥有的东西 我都告诫自己 一定要特别珍惜 特别爱惜 就永远保护好它 只要它一天不坏 我就永远都会一直喜欢它 一直对它有感情 这样子 因为我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都是我已经用了四五年五六年的 到现在都非常的完好 我就觉得特别开心 我记得我上大二的时候 买了一件大衣 一直穿到现在 已经有五年了吧 五六年了 到今年冬天依然在穿 我妈妈就说 哇这件大衣 你保存的非常非常好 就还像星星的一样 我就觉得是一件 让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 但是我并不是主张 什么东西一定要买最贵的 一定要买最好的 那样就变成了拜金主义 这不是我的本意 所以这就 引申出了下一件事情 第四 贵重的东西 并不能凭空给人带来尊严 但书可以 我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呢 是因为 我在英国刚刚结束毕业论文 和爸妈一起在欧洲毕业旅行的时候 我们在欧洲的火车上我看到了一个老年人 一个老爷爷 我看到他当时的年龄和我毕业论文导师的年龄 应该是很相仿的 大概就是五十八岁到六十岁出头这个样子 他的眼神完全是空洞的 无知的 真的是非常的无知 感觉他眼睛里一点内容都没有 跟我的毕业论文导师比起来 气质上就差了很多 我当时就想 我的天哪 原来其实哪怕一个人已经活过了将近六十个年头 那么他这个人的人生阅历 哪怕已经有了六十个年头 他的内涵 他的气质 他的涵养修养还是会看起来完全不一样 他还是有可能因为 不安很多的道理 不安学识不够渊博 而显得双目空洞无神 所以我就觉得 我自己一定要 多继续不断地提升自己 再方方面面 不要让自己变成一个双目无神 眼睛空洞 没有内涵 没有大脑的一个人 第五件事情 第五件事情就是 小聪明小心机永远敌不过真诚善良 千万不要试图欺瞒和愚弄任何人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是因为在今年的九月十日教师节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在很忙很忙地写我的毕业论文 当时我就想 哇今天是教师节 我想要问候一下我从前的 对我产生过很积极正面影响的老师 我就想起了那几个老师 给他们发去了我的问候 就问候过后 我又开始继续重新投入毕业论文的写作了 我当时其实很快地 闪现了自己从小到大 所有的老师 我发现有一件事情特别奇妙 就是虽然 虽然你在很小很小的时候 比如说上幼儿园 上小学的时候 你是不具备非常完整的三观 不具备很很睿智很很完整的判断力的 但是长大以后小时候的事情的记忆力是有的呀 所以你就会回想起当初那些老师是怎么教育你 怎么对待你拿什么样的人品来教育你的 你就会心 自己心里有一杆秤 我会判断 当时某些老师是真的非常的真诚 非常为我们好 有些老师可能就相对不那么真诚 相对比较敷衍了事 就是自己心里内杆秤 真的是门儿清 所以我就发现 我就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那些 在我三观 在我人生的可塑期 给了我很多力量 尤其是在感情上给了我很多的鼓励 很多帮助 很多肯定的老师 他们即使在之后 我告别了他们 面向人生 剩余人生的很多困难的时候 我都能再重新回想起那些老师 给我在我性格人格方面 还有能力知识方面 给过我的所有的帮助 我都记得特别特别清楚 你看哪怕我当时只是一个少不经世的小孩子 但现在想起来 我依然是一个该记得愁 依然记得愁 依然记愁 但是对我好的人 我都记得特别特别清楚 所以我自己就告诫自己 觉得哪怕是对一个小孩子 或者是其他任何人 都要拿出自己的真诚的态度 去对待别人 不可以耍小心机 小聪明 那第六件我要说的是 就是万万岁的友谊 可以赶走很多麻烦 就是以前 在国内在父母身边长大 就不会有特别深刻的这样的感触 但是我出国以后 很多事情都需要自己独当一面的 但其实很多麻烦是你 没办法独当一面 一定要有人在旁边牵着你一起走 拉着你推你一把 你才能顺利挺过这一关的 就留学的生活真的 太艰难了 你永远不知道 接下来带给你的是什么样的烦恼 就很多的烦恼堆积在一起 就很有可能会处在一个 很不开心的情绪状态之下 那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的留学经历 我就觉得 像我的室友 他给了我很多的陪伴 跟我一起去健身房 我们在厨房一起做很多的饭 大家一起分享 就还有我生病的时候 我的室友也帮我做饭 还有老胡 陈总他们两个开车 带我去看医生 给我买药 买药之后又带我出去兜风 去玩 还有很多的哥们他们在我写论文 非常焦虑的时候 中间需要喘口气的时候 开车带我出去兜风 还有在我写最后毕业论文的 最后一晚通宵的时候 杠哥待在我身边陪我通宵了一整晚 我觉得这些都是让我非常非常感恩的事情 如果没有这些朋友 在很多的时候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 拉了我一把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挺过所有的困难的 就非常非常地感谢他们 我回国以后 见到了很多自己不管是国内的高中的大学的 在英国的留学回来的很多很多的朋友 我都有专门赶过去看他们 我就希望他们觉得不管 时隔了多久没有见面 不管我们隔了有多远 我都愿意去花费这个时间 花费我的一切 去再跟他们重逢 去旧 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特别温馨的事情 那第七件事情就是 除了朋友之外 能拯救自己与水火的人 第一位的人一定是你自己 就我感触最深的就是 我在最后写论文的那段时间 其实那个时候我的精神压力特别的大 我就在自己的本子上 就那个特别小那个本子 现在不在我身边 我懒得去拿了 我在那个本子上会经常借很多的to do list 就是说今天必须要完成的一些事情 把自己的每天必须做的任务 安排的明明白白 除此之外 我其实还会在本子上写一些 写很多很多鼓励自己的话 有些是调侃性的 说不写完两千字不是中国人 今天不写完这个chapter不是中国人 或者是那种特别义正言辞来鼓励自己的 就比如说就是很多事情正是因为它 你感受到它的艰难 正是因为它难能可贵 你才必须挺过去 你只有忍受了常人所不能忍受 你才能得常人所不可得 我就会这样鼓励自己很多 那么顺便再提一下 其实我有总结一些 我当时写毕业论文的一些经验和小心得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很需要 这方面的视频分享 如果需要的话 弹幕或者留言告诉我 我可以专门出一期 我自己笔记本上总结的 怎么样写毕业论文 怎么样在就是学术上的一些经验 或者是心态上怎么样鼓励自己的一些小心得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告诉我 那第八件事就是关于人生转折点的思考 自己的人生剧本不是父母的续集 不是子女的前传 也不是亲戚朋友的番外篇 你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自己懂自己到底要什么 因为我现在回国了嘛 我接下来面临的就是继续读博 还是要找工作 面临这个选择的时候 其实我的父母是希望 我像我姐姐一样继续考博士 考博士之后在大学当大学教授这样子 他们觉得女孩子在大学当教授就是一个 既体面又稳定又不辛苦的工作 所以他们特别希望我在考博 但是我自己就纠结了很久很久 我觉得面对父母的期望 还有我唐姐 唐姐作为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顶尖大学的 北京一个顶尖大学的博士 这样一个标杆 在面临我自己的一个选择 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考虑 所以我最后其实我考虑了两个多月 最后的决定是我要工作 我不想要考博 那具体为什么呢 说来可能能再谈一个多小时 我就不说那么多了 但是我觉得我在正想提的核心意思就是 你一定要明白自己到底要什么 不要过多的去纠结父母 希望你做什么 只考虑自己这件事情喜不喜欢 它的背后的意义 到底是不是你最终想要达成的一个目的 一个状态 以及你自己是不是真的擅长做这个 你的性格到底是不是能接受 长久的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就明白自己要什么之后 你就能做出一个真正 跟随自己的一个决定 而不是跟随别人的想法 没有自己的逐渐 我觉得一个人最无奈的并不是周围的人都不懂你 而是你自己都不懂你自己要什么 就活得漫无目的 就是最可怕的 那么就引申到了第九件事情 那面对多重选择 思考每种选择背后的意义的优先级 是我的诀窍 这就是我感受到的第九件事情 怎么说呢 就是 其实我在思考自己毕业以后要做什么 这个问题上我自己罗列了 我自己罗列了很多的想法 很多的选择 我把每一种选择背后 所涉及到的我最关心的一些事情 进行了打分和比较 并不是真真正要写在纸上 去仔仔细细打一个95.5啊 或者是82.3 我没有这样 我就是在自己心里做了一个很细致 很深刻的比较 比如说 在自己的家乡发展 还是去北上广发展 你就会考虑 北上广享受到的物质生活 接触到的生产资料 接触到的生活条件 交通条件是什么样的 生活成本是什么样的 你的幸福感是什么样的 生活节奏 生活压力是什么样的 你的晋升空间 你锻炼的机会是什么样的 在一个小城市 和一个大城市是不一样的 那么小城市就安逸 也安稳一点 那你要清楚 自己是想要更多的幸福感 还是想要更多的挑战性 你就会知道自己心里的答案 还有很多事情都可以用这种 这种相比较而言的 用这种比较优先级的办法去考虑 你最最在意 最最优先级的重视的要素是什么 那么它背后所站的那个选项 就是你真正要选择去做的事情 这是我自己当时如何 坚定不宜做出自己的选择的一个过程 那么就来到了第十件事情 就是最后一件事情 其实这是一个连我自己都没有办法解释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就是想把它说出来 我是这样写的 面对任何人处理任何事 在任何国度都要表现出所谓的格调 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真的是只可议会不可言传 我自己真的是解释不来 好尴尬 此处尴尬一分钟 我觉得格调真的是一个很复杂 很奇妙又很美好的一个词汇 我没有办法拿出非常科学非常具体 非常完整的定义 去解释我自己心目中的格调这个词 我也不想拿我的任何解释 把格调这个词局限起来 就把它当作是我最后一个第十件 我自己都无法解释 无法形容我的感悟吧 我希望你们看得开心 谢谢你看到了现在 我也不知道这视频 要剪多久 我估计这支视频的时长会在15分钟左右吧 那我们下周见吧 哎不对 这周还会更新一个 这只大熊 它是我18岁那一年 发小送给我的生理物 拜拜 下支视频见哦 我估计这支视频